他 人送外号球场大魔王升抢赵继伟 拿下全场21分最高分 郭艾伦也被他折服 这种敢拼敢闯的劲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他就是张宁 在此之前 他的存在一直饱受争议 甚至有人口出狂言 让他退出篮球场 去当网红德了 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能迎来如此华丽的蜕变 成为CBA的榜样力量 本期子牙童俱体育观察员就带领大家走进体育王者张宁的职业历程 1997年 张宁出生于河北承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他的出生让这个平日里冷清的家庭添了不少烟火气息 偶然的一次机会 父母给他买了一个篮球 从此 他便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 虽然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小胖子 但是他活泼的性格高出同龄人的身高 在篮球比赛的时候还是很有优势的 他经常在比赛中用自己的身体顶着别的小伙伴上篮 一来二去 球技便得到周围所有人的认可 高中的时候 张宁进入了石家庄二中校篮球队 当时 张宁可是全校叱咤风云的人物 身高优越 球打得还不错 只要是有他的校级篮球比赛 几乎坐无虚席 多次带领自己的母校 闯进全国四强的比赛 并取得了亚洲高中生锦标赛的MVP 在篮球场上 张宁挥洒汗水 拼搏人生 他十分享受这种搏击的感觉 篮球在他心底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分量 他想要在篮球上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2015年 北京大学注意到了这名独特的后卫 于是 张宁通过篮球特场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书 那时的Cuba只是在一个小的特定圈子中被宣传 而大学生球员很少能够进入联赛 但张宁却进入了 从替补做起 他天赋异禀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就成为Cuba里一流后卫 2018年 在全明星周末新锐赛上 张宁代表北大清华队出战Cuba并拿下了冠军 而真正让张宁火变网络的是综艺者 就是灌篮 节目中风趣幽默 性格开朗的 他在面对街球元老热狗时 干脆利落 投入三颗三分球 在决赛中狂坎50分获得MVP 更是捐了一波粉丝 但他张扬的个性也得到很多人的吐槽 2019 张宁带领北大赢下五道口得比 荣获东北赛区MVP 随后 再次代表北大击败清华南篮 带领北大完成历史性的三连冠 在该年度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 张宁创下了场均16.7分的高分 2020年 张宁代表Cuba战队出战 拿到四篮板 四助攻和两次抢断 在Cuba这三年的生涯里 张宁代表北大出战60场比赛 场均得分13.2分 5.5篮板和2.2次抢断 这些比赛让张宁在篮球场上有了名气 不过 张宁并不像职业篮球运动员那样 有着常规的训练 他从初中 高中 大学 一点一点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主流职业篮球运动员大多不太认可张宁 认为他真的能打球吗 在张宁参加综艺出拳后 主流职业篮球球员对他的质疑更甚 觉得张宁就只是个网红 他的动作都是花架子 一时之间 公众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 甚至在张宁的社交平台下面 上演了一出出粉黑大战 2020年8月 在CBA选秀中 张宁作为第八顺位 被山西粉九职业篮球俱乐部选中 正式开始了他的职业联赛生涯 10月 山西客场作战 张宁作为替补出战9分钟 由于初次打联赛 张宁表现得并不好 毕竟CBA和CBA的差别在那里 这让张宁如何招架 甚至犯了致命性错误 在赛场上 他表现迟钝 速度完全跟不上 投篮命中率也比热身赛大大降低 赛后 甚至一度有人调侃 张宁网红就是网红 是扶不上墙的 还不如去卖货呢 面对外界的这些声音 张宁并没有选择去回应 他沉下心来调整自己的战术 策略去正视自己的问题 12月8日 在山西主场作战中 张宁仿佛一头雄狮 与队友积极打配合 根据对方调整自己的进攻 赛后 张宁创下了自己CBA的记录 21分 三篮板 三助攻和两次抢断 12月22日 张宁继续替补出战 再次用实力打了质疑他的人的脸 赛上 张宁出战29分中 拿到了11分 三篮板 二盖帽 追凭个人CBA生涯单场篮板记录 创下了个人篮板盖帽新的记录 是此次比赛的重要功臣 2021-22赛季 张宁代表山西俱乐部多次出战 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主场作战宁波的比赛中 张宁拿到了13分 和五篮板 再次刷新了他的CBA篮板记录 在与山东高速俱乐部的对战中 张宁拿下25分 创个人CBA单场得分记录 在本赛季常规赛上 张宁代表山西共出战38场比赛 场均出战28.4分中 得分10.8分 几乎每一场比赛 张宁都在不断突破自我 刷新着自己的记录排名 在张宁看来 人生就是一次次的突破 一次次的挑战 一次次的打破之骨 2022年 在该赛季和辽宁第二战 张宁再次向观众证明了自己 当时在最后时刻 张宁所代表的山西队 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战优势 几乎没有什么晋级希望 就算这样 张宁也丝毫没有放弃比赛 他继续紧紧跟进赵继伟 拦截他的球 两人一番较量后 张宁虽然拦截下了赵继伟的球 但自己也负了伤 摔倒在地 在最后一轮 在张宁体力已经丧失大部分的情况下 依旧紧跟郭艾伦 一直防守直到最后一刻 赛后 郭艾伦摸了摸张宁的头 表示对他的尊重 张宁在赛场上 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奋力拼搏 敖战辽宁直至最后一刻 赛后 张宁也忠心祝福辽宁队 并对这次比赛做了深刻总结与反思 本赛季中 张宁的表现 让很多球迷眼前一亮 尤其是季后赛中的表现 五场季后赛 张宁场均14分5.6 篮板1.2主攻 投篮53.2% 每36分钟造四次打球 打6.1次篮下 命中率73.1% 他的进攻篮板率8.1% 小前锋第二 CBA官方对张宁有着极高的评价 张宁进攻能力强 心理素质十分不错 这其实从张宁过往的赛季就能看出 张宁是欲强则强 闷声干大事的人 他并非职业出身 饱受非议 虽然如此 他依旧坚持做好自己的事 面对外界的质疑 他真正做到了淡泊以明智 宁静以致远 其实张宁在篮球上有着不错的天赋 他的技术上也处于国内一个顶尖水平 只是由于一些刻板印象 让他饱受质疑 如今的他用实力打脸质疑的人 也在CBA有了一席之地 如今的张宁 已经24岁了 正值大好年华 他也将继续投身于自己的篮球事业 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中国篮球做贡献 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实现梦想的路上 总是会有不同阻碍的声音 是放弃 还是前进 决定 全在你手里 与其因为别人的质疑 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倒不如让自己心里变得强大起来 大步地向前走 读了张宁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并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 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